俄罗斯总统普京曾经说过 北极的归属不取决于法律条文 取决于拳头的大小 核潜艇是俄军在北极的重拳 活动范围覆盖北大西洋和北冰洋的 俄罗斯北方舰队拥有俄罗斯过半数的作战潜艇 近日俄媒对他们进行了深度探访 其中还碰触到了顶级机密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若问当今俄罗斯潜艇家族的主力队员 恐怕非狗鱼B级971型核潜艇莫属 这款潜艇北约代号为阿库拉级 是俄罗斯第三代潜艇 但要存储情况 狗鱼B级971型核潜艇携带有40枚鱼雷 其中半数是650毫米口径的鱼雷 我们650毫米口径的6576A 是世界上威力最大的鱼雷 任何人都不曾拥有 一枚就可以让航母沉没 这就是鱼雷的测试过程 在测试水域 鱼雷从船只上发射出去 它要击中三个目标中的一个 同时远离另外两个目标 在海上的众多物体中识别出主要目标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971型核潜艇的进化 最初971型核潜艇只拥有一个直径1.5米的鱼雷管 可以容纳一枚15米长的特殊核弹头鱼雷 用于打击敌方的海岸基础设施 但后来这种设计被认为并不适用于未来战场 也正是因为这一点 设计师们将一枚巨大的鱼雷换成了多枚小鱼雷 另一点值得注意的是 起初核潜艇的螺旋桨有两个 这样做的缺点就是噪音更大 因此在上世纪60年代早期 苏联拥有了单桨推进的671型第二代潜艇 搭载了更多鱼雷 核潜艇静音性能可圈可点 俄罗斯潜艇的静音性能 在经过多次改良后 已经发展得非常突出 升学技术师是潜艇上最重要的成员之一 对于971型潜艇来说更是如此 俄媒称该型潜艇比历来的任何潜艇都更加安静 俄媒称历史上还曾发生过 五艘苏联潜艇同时接近某一国家海岸的事件 苏联潜艇不仅设法到达了北大西洋 甚至到达了一处北约海军基地 揭秘顶级机密潜艇的虚拟模型 而目前俄罗斯海军正在迎来第四代潜艇 885型亚森M级核潜艇 从这个模型可以看出 它比前任们都要巨大 因为它配备了用于发射巡航导弹的垂直发射装置 不过目前俄罗斯最新的第四代潜艇 只有一艘在服役 因此俄海军对第三代潜艇 也就是狗鱼B级971型核潜艇 依然有着很高的需求 据俄海军潜艇师参谋长帕维尔介绍 尽管第三代潜艇已经服役多年 但凭借良好的升级空间和安全性能 这些潜艇至少还可以服役25到30年